哈喽,大家好,我是不爱舌雕,爱吐槽的郭大侠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波兰行界高手 狸猫换太子盗走达芬奇名画的故事 正在服刑的江阳大道舒玛 突然被告知得了一种 必须保外就医三个月才能治好的怪病 舒玛很纳闷,问一声 我这得的到底是啥病啊? 医生抬头看了一眼舒玛说 你自己心里还没点X吗? 舒玛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走出了监狱 俗话说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很快一个叫半月的大叔联系到了舒玛 原来啊,舒玛之所以能保外就医 全是这个半月书在暗箱操作 半月书找到舒玛不为别的 把大价钱把舒玛捞出来 就是想让他帮忙偷一幅画 当然也不白干 事后给100万欧元的辛苦费 佣金这么高 这要偷的到底是啥画哩? 就是这幅达芬奇名画抱耗子的妞 这是波兰的国宝 其艺术价值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半月书提醒舒玛说 这幅画最近要被拉到日本展出两个月 展出结束后运回国的那一天 是安保最弱的时候 为了防止舒玛拿假话糊弄他 半月书还要求舒玛把防卫微缩片一并偷来 于是舒玛抱着有钱不赚十二蛋的心态 一口硬下了 他首先找到了老大仗尤里安 把偷话的计划大致说了一遍 尤里安听到舒玛要偷国宝 也一口回绝了 对舒玛说 你进去这几年 你知道我在外面都干的啥不? 舒玛说 我还不知道你 头个鸡猫个狗 女厕所里剪个手 挖个木刨个坟 夜里悄悄寡妇门 我说的对不? 铁子 尤里安说 你看这是啥 哎呦我去 识别三日 我当提头来见呐 兄弟 山高路远 咱们后会无期 舒玛正欲离开 突然转念一想 回头对尤里安说 我这就把你当年偷看老张媳妇的事告诉老王去 我看你之后咋跟老刘解释 尤里安听后 那个气呀 尤里安虽然被迫同一道话 但是他心中的那颗炙热的爱国心 驱使着他 想出了一条黎苗幻太子的妙计 尤里安找到了艳化鬼手 哈根 想让他临摹一幅抱耗子的妞 哈根表示 自己老了 画不动了 不过自己的孙女达斯 画功颇为了得 当时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尤里安找到达斯 达斯听说 要仿达芬奇名画抱耗子的妞 于是开口就要20万欧元 这个价格嘛 尤里安倒是没意见 反正不吃他出钱 不过他有个要求 就是必须得花两幅 另一边 舒马去博物馆踩点 偶遇了警长老郭 老郭得知 大到舒马保外救医的情况后 要求他没两天 就得来警局打卡一次 依次来挟制舒马 打名画的主意 结果舒马 接着去警局打卡的机会 安装在桌子下面 放了窃听器 如此一来 警方运送名画的时间地点 他都了如指掌 在舒马的计划中 还缺一名爆破专家 于是舒马找到了 患有脸盲症的爆破高手 老娘 再看另一边 达斯正在为寻找 合适的画板发愁 而爷爷哈根 在救货店 淘来了一张 颇有年份的四走棍 抽屉的底板 正好用来做画板 仿制画作 对绘画者要求极高 必要时 还得用左手 去画关节位置 好的哈根 原本就是博物馆 文物修复师 在细节方面 自然把握的极其精准 这天舒马监听到 名画回答第二天六点 用救护车 投运回博物馆 一场大戏 正式拉开帷幕 老娘开着头来的大巴车 堵住了必经之路 把救护车 逼停在路中间 突然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救护车正好 调到了指定为止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警察都看懵了 舒马和尤里安 趁其搞晕了 救护车上的警察 动作娴熟地 撕掉了名画 背后的定位装置 粘在了艳品画的背后 然后带着真品 安裁点路线逃走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救护车上 日本护士人员 携带的DV 把这一幕 给露了下来 二人逃到出口后发现 这个下水道口径 竟然比画框小了几公分 之前只计算的画了尺寸 把画框给忽略了 于是二人急急忙忙 寻找另一个备用出口 结果刚好与辆车停在上面 此时反应过来的警察 已经摸到了下水道中 保命要紧 二人无奈指的将画藏在某处 经过地毯之搜索 警察找到了 背面有定位器的那幅画 回到博物馆 经过防卫微缩片比对 发现这幅画 竟然是仿制验品 警察认为 这定是大到输马所为 于是立马派人 去输马老妈家找人 此时输马正巧赶到 从后面进去 从前面出来 和警察叔叔打了个照面 知道了完美的 不代表证明 既然博物馆里的是假画 那么真画又在哪里呢 警察老郭从日本人的地位中 看到两个盗贼去而又返 就断定真画 可能藏在救护车里 最终警察还是来晚了一步 输马早就把真画取走了 然而输马不知道的是 尤里安当初找达斯 画了两幅艳品 尤里安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把真画又给掉了包 等于说 现在输马手中拿的也是假画 半月书得着名画到手 着急忙慌的找输马来验画 其实半月书还是留了一手 为了防止输马拿艳品蒙混过关 半月书通过特殊渠道 拿到了官方微缩片 然而对比结果证明 这幅画就是真迹 难道达斯访画水平 真能无出其有了 半月书表示 等搬家付款后再借尾款 输马不同意 要求必须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否则就把画画低下脱手 一番争执下 篡月书情绪激动 导致哮喘发作 结果连药都来不及吃 就个儿屁了 这下输马懵了 你二人呢你死了 我上那儿严席买下去啊 于是二人马上想到了 混艺术圈的哈根 哈根在圈中放画 最近有极品画作出售 很快就吸引了三个土豪买家的注意 哈根并不急于告诉他们是什么画 而是对他们说 要留意最近的爆炸性新闻 另一边 博物馆这里也很为难 因为明天要接待一个 叫杰西卡的富婆投资人 他就是奔着新房这幅名画而来的 而且杰西卡还是达芬奇的死忠粉 为了争取富婆杰西卡的投资 博物馆只能拿假画来糊弄他 然而杰西卡一眼就看出墙上的是假画 不过杰西卡表示 愿意继续出资赞助博物馆 但希望博物馆能把这幅赛品送给他做纪念 警察很纳闷 杰西卡是如何看出这是假画了 杰西卡说 原画中的耗子有六根户须 而这幅赛品却有七个 仅此而已 警察无奈地给杰西卡签署了海关免检条令 国宝丢失案引起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土豪们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哈根大爷给他们送去的问候 这回他们彻底相信哈根手里的绝对是真迹 最终另一份假画 1600万欧元的高价卖给了其中一名富豪 而那幅真话几经流转又回到了博物馆手中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让国家大侠带你揭开交易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出马让尤里安去弄一副艳品 行动的时候来个雷猫换太子 而爱国的尤里安突然看到国宝被窃 于是让达斯多画了一副 然而尤里安不知道的是 哈根达斯也算了一口气画了四副艳品 总结来说 电影中一共出现了一副真迹 以及四副纺织品 之前半月书通过特殊渠道拿到的防伪微缩片 就是哈根提供的 检验不住真伪也是正常的 下面说说富婆杰西卡 杰西卡其实也是哈根联络的买主之一 他在哈根的提点下 一眼拾破了博物馆的假画 并接着收藏艳品的优头 顺利从警局拿到了过海关的评证 其实在暗中向哈根支付了1600万欧元 买了另外一副 他认为是正品的艳品 于是光明正大的拿着海关的过关评证 带着另一副假画回国了 另外两副假画 分别卖给了暗中较劲的诺基亚哥和黑梅哥两位富豪 同样也是1600万欧元 叶孙里亚这一转手就赚了4800万欧元 而真正的名画 则一直都在尤里安手中 出卖去警局打卡 趁机取走了窃听器 尤里安砸碎了警车玻璃 把真画还给了警察 国宝势而复得 在得知一幅画卖了1600万欧元后 出卖和尤里安很开心 因为他们每个人将评分400万欧元 而三位土豪买家 都认为自己买到的画是正品 这个结局 可谓是皆大欢喜 盗子达芬奇是上映于2004年的一部 波兰悬疑电影 电影情节稍显拖沓 好在影片有些小幽默做支撑 两位男主角不是真正的聪明人 两位画家才是 他们才是螳螂背后的黄雀 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 波兰人其实挺讨厌日本人的 毕竟二战是波兰人民心中 挥之不去的伤错 在波兰人眼中 日本人就是那种 没见过世面 拿着DV到处乱拍 放错误后 就切副自尽的 挑狼小丑 还有就是 当时波兰人真的很喜欢用诺基亚 他说电影中出现的 我是郭大侠 我们下期再聊